戴天福地 人為貴 信則吉係 空則背 元泰祖 好 回到第二節的元泰祖 林師傅 是 我們剛才說到原來契他被搬陰之後 要解契 是 要解契 為什麼要解契 因為你已經長大了 你要解契 接著結婚 嗯 那時候就要解契了 啊 契著契媽也不可以結婚嗎 不可以的 有些人 可能十八歲不記得解 都要在結婚前解的 為什麼就沒有什麼解的 傳統上是習俗 就跟著他做 那是不是要契觀音呢 我聽過有些契制公 有的 契制公 契北帝都有 有些以前就未必有契給一間廟 就直接契給一棵樹 譬如油麻地熔樹頭那棵大樹 契仔無數 真的契仔無數 那棵樹有很多人過契給他的 所以你以前可能走到那裡看到 下面有些人拜神 又有些人扔神像 那棵樹也有很多人契的 不只是契給神 契給樹也有 所以那個做法也是一樣 就是契緣 十八歲就要解契 有些人十八歲不解 就結婚解 結婚前要解 這個就叫做解契 好 那我們說回改名 不如 改名有沒有 即技術師來說 有些什麼要注意呢 改名技術的注意 第一就是要找一個 真的懂得改名的師傅 不是自己看書就懂得改的 看書都懂得改的 都可以的 看你看不懂得明白 誤性高不高 改名不是很複雜的東西 所以有些人是天生義品的 看書看得明白的就可以了 看不不找到好師傅 看你自己的姻緣 一般來說 其實改名現在的人是錯了方向的 近這幾年 人們喜歡改名的兩個潮流 第一就是這個字 多不多人用 如果這一陣子很多人改名 譬如用一個號字 可能是白字編做個告字 這個號字 這期比較多人改的 那些爸爸媽媽就會很喜歡用這個名字 另外一個潮流就是用一些很奇怪的字 連讀都不懂得讀 寫都不懂得寫的怪字 我叫他做怪字 當然怪不怪就看墨水了 我一個閒習普通散人 我很多字都覺得他很奇怪的 看得都不懂得讀的 為什麼不要用那些字呢 其實一個人的名字 越平凡 或者越普通 是越好處的 為什麼呢 平凡的名字 普通的名字 人生會平凡一些 普通一些 每個人都覺得舒服一些 但是就不會有什麼大作為了 也沒關係 有沒有大作為 看命水 但是你改一個名字 改得太過複雜 其實小孩子的人生會更辛苦 我打個比喻給你聽 譬如說現在我幫你去改一個名字 本身林定康 我就用我的名字來講 林定康這三個字 因為那個阿婆 她都看得懂的 她懂得寫個定字 懂得寫個康字 是不是 但是你不是 你把林定開了 說了做林坤倫 然後人家都未必懂得讀那些字 又未必懂得寫那些字 就會很容易出現寫錯字的情況 寫錯字 我現在就這樣說 有人寄信來你家 寫錯了你的名字 然後去到你那裡就說 沒有這個人 當那封是大學的取綠書 取綠通知書 就寫著林坤倫 林倫坤而已 林倫坤 那兩隻字 和你原本的字可能有些錯 我不會跟你說笑 我有個朋友 他的名字有個邵慶的邵字 邵氏的邵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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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邵氏就是護字 就是文字 上面做一個栗字 那個 OK 好了 陳邵氏的邵 陳邵氏的邵氏 但是他連香港的郵政局寄信給他 都會寫錯他的名字 會在那個邵氏中間多了一個口 其實就不是那個人來的 現在當有一封大學的取綠通知書 寄到你家裡給你 但是上面寫錯字 寫錯第二個字 但是又很像你那個字 又不知道是不是你那個字 那你樓下幫你收信那個人 看到他會怎樣 沒有這個人 即是屬於你的東西 就不到你了 對 就不到你了 是連寄封信給他 叫你進去讀書 都會成為一個障礙 那你又怎麼會有運行呢 別人看到你的名字 讀都不懂讀 不會證明你爸爸老媽很有墨水 或者證明那個年輕人很特別 絕對不是 是你覺得這個人很難讀 很難搞 所以通常那些名字 你越是改到古靈精怪的那些 條路越難走 真的收封信也有困難 這些你會搞到 那你剛才除了講這個很unique 很獨特的字之外 還講一些根據潮流字 以前也有 其實不只是現在 以前也很流行 女生就用熟精芬芳 熟精芬芳 其實如果用一些很普通 很正常的字 是否又沒有什麼問題 用普通字其實是沒有問題的 最重要是改名 是合得到那個人的脈 令到他的人生舒服 平安 這是第一步 我剛才也講 本身這件事要來做什麼 要來給弟子保命 要來等他們走路的時候 能夠保住條命 都是為平安而改名 不是為了飛黃騰達而改名 以前沒有這些概念 但是現在的人就不是了 喜歡想著改名 改完運 其實第一不是這樣的運作模式 第二就是你的名字 改到這麼古靈精怪 剛才說了就是會辛苦了 不會和平了 也不會平順了 不會舒服了 所以我們的名字 用一些普通的字 反而更舒服的 不要想著改一些很奇怪的字 我都不跟你說笑 說什麼字那麼多 筆劃那麼怪 小朋友自己都難抄 不是這件事 是真的我告訴你 寫封信給你 都寫錯你的名字 不知道寄了去哪裡 已經這麼難搞了 部分的字 如果你還要再深一點 現在電腦都出不了 出了一個問號給你 這些是不好的 所以其實就不是個名字 越特別 還有一些自古靈精怪 就最好 還有些什麼要留意 不要犯的禁忌 不要犯的禁忌 還有就是說 不要用一些太過囂張的名字 怎麼知道不要那麼囂張 譬如那些什麼聖天 皇上 他叫自己皇上的就是傻傻的 那些都不會理性命學的 譬如我們說不要改那些什麼 聖天 定天 這些是不好的 為什麼我們經常說 名字不要用天字 不要用乾字 不要用元字 哪個元呢 不是元太祖的元 是元朝的元 不要用元字 因為這些字的能量很重 這些字是很特別的 不可以由我們一個人去承擔得起 所以我寧願你要改這些名字 譬如你叫自己叫林元 我寧願你叫自己叫林牛 林陽 林馬 林一二 都比這些名字更好 真的不要 那之前呢 今年早幾個月 台灣有一個藝人過了一輩子 就叫小鬼 然後呢 台灣一邊有些元學家衝出來說 他因為一個藝名叫小鬼 有個鬼字 所以就被人來索明 我覺得這個行為很討厭 人家都走了 還這樣說 但其實會不會有這類型的禁忌 不可以犯呢 如果以改名來解是有的 因為我們相信所有的語言 所有的文字 其實它都有它的力量 有時候可能是你感受不到的 譬如說 OM DALE DU DALE DOLE SOHA OM MA NI BE ME HUNG 一個佛字 這些字有什麼特別呢 它都不是字來的 為什麼這幾個字是神聖的字 它會變成咒語 沒得解的 因為每一個字它本身帶有一個特別的能量 而你經常把那個字的能量掛在口邊 不斷叫 是的而且確會有那個影響 至於你說它會不會 因為它自己叫小鬼 叫黑叫做鬼 這些就是他們才說得出 我告訴你 我說不出這些說話 我也覺得行政 不應該說這些 第二就是 譬如我們說 如果大家對物宗有認識 或者對佛教有認識 你應該知道有一件事叫種子字 種子字 通常是用藏文來寫的 因為那種字母 譬如空字 這個字母代表年花生大事 不斷讀空字 空字 都等於叫年詩 同你讀OM A HUNG BANZA GURU PEDMASI DI HUNG 是同一個東西 所以一種字 有它自己特定的能量 有一個特定的意思 你的名字 是由三個字組成 也都代表著你的身體 由哪三個能量 現在放進去你的身裏 你會得到一個怎樣的效果 所以不一定說 只是你自己平時的名字 可能林定康 陳小明 它除了這三個字之外 你的別名也都有影響 所以為什麼很多時候 你會發現無論你道家也好 佛教也好 你歸一點之後 它會給你一個新的名字 那些名字都一定是用一些 它們認為吉祥的字 譬如它叫你為為果 為登 它是有原因的 它不會用一些負面的字 譬如你入了法門 它叫你這樣做死虎 它不會這樣叫你 它一定是給你一些正面的詞語 也有它自己的意思 所以每一種字的用詞 本身都是帶有正乎 中文字是這樣的 譬如說 除了帶有正乎之外 其實它也帶有性別的男女 譬如那個禎字 我們剛才說熟徵芬芬芳的禎字 以前大家都是用普通禎結的禎字 沒有樹芯邊的 精粗的禎 但是後來現在這幾年的人 就多了用樹芯邊的 即崇禎皇帝的禎字 禎字邊 禎字邊 崇禎皇帝的禎字 和熟徵芬芬芳的禎字 有什麼分別呢 其實分別在於一個是男生用的禎 一個是女生用的禎 如果女生用了男生用的禎 它會帶有男子氣概 所以就要根據那個人本身的性別 來決定它用哪一種字 明白嗎 如果有些人可能它的名字是有一個海字 海旋門的海 這字本身都是男生用的字 而女生用的話 也會帶有一些男生的氣概在裡面 所以 由選字那一部分開始 就要根據那個人的性格 或者甚至乎是那個父母 將來想他的兒子的期望 對 期望 是怎樣 沒錯 所以要知道就是每一種字 無論是中文、英文、藏文都好 它都是有自己特定的能量在裡面 而這個能量就決定了 它將來的命是怎樣 同時因為它的能量 能量也分不合 金木、水、火、土 所以就配合命格來用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聖明學 或者改名上的一些避忌、原理 而有部分的字 就像剛才說的 天、好、元 這些字我們盡量避免 因為它是一個中文字的角度來講 是一個比較神聖的字 是所有東西的起源 是一些比較神聖、高一點的字 如果以能量的含量來講 好像熱量那樣 這些能量的含量是特別高的 如果你的命格不夠硬去接受 去用這些字的話 其實你會承受不到 反而是招哉的 所以我們改名的方面 第一個規矩就是 先不要用太奇怪的字 不是越奇怪越好的 有些父母就喜歡哪個字 好像街上不同人撞名 他就選擇那個名字 做父母改名是喜歡病發作 是的 喜歡病發作 改到他的名字古靈精怪 或者改到那個名字 就要跟整條街的人都不撞 有好有不好 是特別一點的 不過如果那個小朋友 將來他的性格可能比較頑皮 都特別容易記得他 所以那個名字特別 就很極端的 那個人的命格 不要太特別 要符合他自己本身的名格 同時避免一些特別的字 我剛才說的元、天這些字 還有要避免用那個名字 是用自己的祖先用過的名字 OK 譬如說 可能你知道自己的祖先 即近幾代 即近幾代 你說元朝、明朝的時候 你祖先叫什麼名字都不知道 但是就不要太過接近 即譬如說你的爸爸 可能他的名字叫做啟光 那樣的 那你就不要改回差不多了 你就不要叫他的名字做啟明 或者叫他的名字做光啟光明 這些是不好的 不好的 要有些長輩的尊卑之分 就是分開的 明白 所以 條件上 就是這樣去改一個名字 最重要的是 想清楚自己是否真的要改名字 因為改名字 是一個 差不多沒有辦法之中的辦法 去到最後一步 才要改的 有些是真的為了求我安心改名字 亦都無不可 亦都可以 只不過是說 不要想著 我現在好順 我改完我的名字 會再順一點 通常你現在好順 你再去改名字 會不會那麼順 或者也不要期望 現在好衰 但改名字就會飛黃騰彈 沒錯 除非你今次來找人改名字 就不是改你的本名 你一個很清楚的 我來改魏名 或者我來改一個江湖名 例如你出來行的 你要改一個江湖名 出來工作的 那你和師傅改 你要出來做娛樂圈的 找人改魏名 另一回事 就不是改一個本名 本名不要突然改 改本名不著數 所以這些東西 就自己要有分寸 才好去做一個大型的變動 明白 好 麻煩林師傅 林節目完之前 想問到你一個問題 對於激烈的海膽 這個名字有什麼看法 這個名字有點激烈 還有就 有點腥味 都ok的 好 很特別 這個名字就是 夠不夠特別 夠特別 沒有人用這些字 沒有人叫激烈的海膽 沒有人記得這些名字 所以大家都記得它 今天是不是好 未必 其實是這個 好 謝謝林師傅 大家記得訂閱我們 youtube channel 把節目的提示小鈴鐺打開 也like我們每一條影片 喜歡的話可以在我們節目內容 分享給你身邊的朋友 有什麼問題在下面 comment告訴我們 下一集回來再跟大家 大家 袁太祖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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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